今天你準備介紹鋼琴 這部有160年歷史德國名牌 這部是133 等於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高的 這部名叫Concert 為何你會選擇這部琴呢? 選擇琴當然是最最最最最高的 因為是最最最最高的 琴有几个特点,浦架也超长,四叶子也没问题 还有这个特别设计,有琴浦的灯更加好 有油压,小朋友初学也没问题 手感也相当舒服 琴膽也是用最好的琴膽材料 试着这首歌来听吧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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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很震撼 可以做到很有力度、厚度、爆炸都可以做出來 整個音域每一部分都做到相當完美的 通透度 你聽我哭狗狗的通透度 平衡、通透度的共鳴都相當之好 和Bass都很震撼 Concert Upright即是有Concert的效果出來 低音特別通透、鬆脆 聽起來非常震撼 對,很溶濃的低音 音樂的傳達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覺得聽師傅彈琴這麼久 這部琴給我聽到很特別、很微妙的不同 師傅為何你彈下去會有不同的感覺 這部琴做的闊度是特別闊 所謂怎樣闊呢? 無論低音、Bass厚、高音、平衡 最主要就是輕重、控制 全程達耳可以做到很厲害 不是只有響、大聲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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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堯發現,是十分其他的 低音維在平衡 ульт 조方式 較高音的部分 某節,凱全體所欣賞 很通透 这个触摸是很舒服 可以操控才能令强弱的对比和灵敏度 是很灵敏很容易发挥表达出来 师傅不如介绍这部钢琴用的物料 首先钢琴最重要的是银板 这个当然是神木的银板 我们可以看看背权的物料相当漂亮 琴膽全木的 手感令整个设计很容易控制 不至于太轻,但也不会太聚首 是很合当的 根据生产者的解说 我们的钢琴是50-52g 重量已经足够了 不能说重,也不是轻 但师傅说钢琴的钢琴的磨擦率很少 所以弹弹是非常容易 它的琴膽设计得好 整个运行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 做到很轻轻 所以轻轻的时候 或者出控制的力控制得不均匀 所以很舒服,很轻轻 还有琴本身的声音漂亮 它很通透,很轻轻都可以透出来 很轻轻都可以 一粒粒音是随心所欲的在手指摸出来 这就是手感 降弦加弦,讲来讲两样 一个是声音漂亮,一个是触摸触 这个都给你相当的满足 这个手感好 触摸触和击然机的设计做得好 亦都和Key很有关系 手感直接摸下去 这个Key面相当的幼滑 并且这个插上去是幼滑的 还有是不线手的 不是太索胶的感觉 而这个Key不是一般的膠的Key 这个是实木的Key 这个木质是相当好 我们现在的最美的琴 最名贵的琴都是用到实木的Key 所以这个手感很有木纹的感觉 是相当舒服的 这个琴的设计是相当先进的 尤其是这个Soft Pedal 这个设计是很好 这一拔就出来 可以拿出来 不用扭螺丝 我第一次见到 师傅 师傅 我觉得最特别的 就是这次的线 不是用德国的Wassler线 这次竟然是用法国的Stefan Polynello线 这位Polynello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本身是一个大学教授 音乐家 也是国同的技师 因为他设计了这种线 希望长度震降的时候 能够做得更好的特色 所以音色特别不同 师傅 你觉得是否很不同 大家可以听到效果 是不是 就是那个声音 在这种程度上 你会想吗 你会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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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的 4icht stroke yrmi 至少像浓微落 至少 水份 水分 及厚度 大铺 這部鋼琴用的琴鎚是很特別的 其實它不是一般已經是大牌子做出來的琴鎚 它是用東德最有名的AA級的琴鎚 這個牌子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以前德國Sandwich全部都用這種琴鎚 在東西一解放之後 現在再用這個琴鎚 在東西一解放之後 很多大琴行最頂級的鋼琴都用這種琴鎚 所以這種琴可以在行業界中 是最頂級最珍貴的物料 其實德國的琴鎚質素都相當高 當然Belich老闆為何喜歡選這套琴呢 他們覺得德國人都很個性化 他們喜歡每一隻琴都有自己的特性 所以除了選這套琴有自己獨特的支柱 所以很關鍵是在做琴的設計 尤其是在處理這個琴鎚的設計 尤其是在處理這個琴鎚的音色 是很講究做自己的音色 這就是每一部琴的不同 不是每一部琴都不同 不是每一部都一樣的音色 這個就有自己的特色 當然現在利用他們的技術去做 再配合整個琴鎚和整個設計 做到出來的音色 我們的感覺是相當之不錯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听到整个各个音域里面的音色 都有自己的个性 通透 共鸣度 了量和整个清晰都很丰富 厚度都相当之油 相当之后 不错 我很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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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